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书法师帮曾国成化妆的时候被他性骚扰 那他说他感谢鸡排妹勇敢挺身而出 让他有机会讲出二十几年前自己深埋起来的感受 那网路上也有一些人爆料那场尾牙 那场尾牙非常的奇怪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影片流出 一个这么多人的尾牙为什么没有影片 有人说他在他的朋友当天也在现场 大家最喜欢讲朋友的朋友发生什么事 他说他朋友在现场 所以真的有所谓的刷卡的相关 他说是为了炒热气氛是有一个桥段 就是翁立友刷卡这个鸡排妹 那但是呢其实照鸡排妹自己的说法 翁立友是在不会有人看到的情况下 直接从屁股下方完整的滑上来 所以呢这到底是炒热气氛大家都看得到的桥段 还是鸡排妹所说的没有人看到的情况 这就变成说尾牙现场没有影片 现在是一个罗生门到底有没有 然后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境 那整个记者会大战之后呢 这个经纪人孙德荣跳出来 可以说是提油救火 那他骂鸡排妹说不懂礼貌 人家花钱租场地你去闹场 而且一句话不坑 其实他是没有机会可以跟这个翁立友对峙 当然是你走我逃的这个巨马 那他说呢他既然这么不喜欢我们艺能界 我们就团结起来不该有的垃圾就不要让他进来 他呼吁呢演艺圈一起来抵制鸡排妹 那当然呢鸡排妹事件 现在被扫到的艺人还蛮多的 包括了台志源曾国成许孝顺 许孝顺因为他已经宣布要选基隆市市长 所以呢他对于自己的名誉的捍卫 用了最高规格 他说呢他现在都在从事地方服务 无故被网友扯入风波 他要号召50名律师组律师团 要跟律师讨论对网友提告 要他们付出代价 整个性骚扰风波 鸡排妹与翁立友的性骚扰风波 现在已经蔓延到演艺圈政治圈 还有很多其他的圈圈泡泡都已经出现了 佩妮怎么看这事 我觉得是这样 性骚扰不管是男的对女的 女的对男的 不变得标准就是当事人觉得不舒服 或不愉快的时候就是被骚扰 可是问题是这件事情 男就男在很难矩阵 所以往往被害人跟加害人的界限 我觉得非常模糊 你现在这样看 看起来有的是摸的 有的是被摸的 可是到底谁才是被害人 这件事情很难说 那我倒是在想 台湾可能 你看这个鸡排妹的事情之后 很多人跳出来 当年我看到有主播 我看到有别的艺人 甚至这个广告导演 都出来讲成年已久的性骚扰往事 那代表台湾的风气 就是被害人 就是不敢讲 怕没有人奥远的例子还是太多 那反过来讲 我觉得比较极端的可能像是日本 日本这个基本上 你只要被电车上 你被讲的是痴汗是色狼 你这辈子差不多就完了 他们有很多的途径表 不管你是否认 你还是一样 公司不吵你犹豫 你最后也会修奋自己辞职 差不多接下来下场 就是妻离子散 那你就要到远走他乡去 在日本被贴上痴汗标签 是很严重 那有多严重呢 日本甚至有痴汗险呢 就是你保这个险 你在电车上通勤 假设有人说你是痴汗 你可以马上通报保险公司 他们会派律师给你 否则以你自己的实力 是没有办法应付 痴汗的相关指控 所以我在讲 性骚扰这件事情 比较严肃一点来看待 第一就是 台湾可能对保护被害人 这件事情的意识 还不够强烈 第二就是 这件事情必须非常谨慎 我认为第三方 跳进去评论都不是很适合 因为一个不小心 这个所谓的加害人 他很有可能也是被害人 不过你刚才讲到 吃汗险这件事情 之前这个防疫险 在这个布陶事件发生的时候 大排长龙 你一讲 会不会很多人都去保吃汗险 但又看台湾要发明这个险种 如果现在看起来 这个性骚扰风波 成为大家热门讨论的议题 那当然这个性骚扰的界定 有很多是主官的成分 所以在法律 要完全能够还 任何一方清白的困难度 是很高的 所以这件事情 到底该怎么处理 到你这个比较资深 经验比较丰富 这个问题 其实有核心 有周边的问题 核心的问题 当然是鸡排妹 有没有被骚扰到 那你刚才说主官跟客官 我认为现在是连客官的认定 都有问题 客官就是到底有没有 我们都没有看到影片 有还是没有 那你主官就是说 被害的人心里头不舒服 那大部分都希望说你不舒服 你要很快当场 在很短的时间内讲 几年以后才出来讲 这个当然过去的年代 就有大部分人是不敢讲 但是你应该讲说 他差不多了 你看他二十几年前的事 他现在才敢讲 还有当事人有人讲说恶心 如果你讲一句恶心的话 那大概就事情就了结了 现在问题是 核心这个问题是有还是没有 但是现在周边衍生到很多人 这些人就所谈论的东西 就更复杂了 就是说到底这个加害人 他有没有主观动机 而他的主观动机到底是什么 这个似乎是我们现有 有关性杀的条文里头 并没有点到这个加害人 他有没有动机 动机是好是坏 是取约还是恶心还是怎么样 这一点都没有点到 他们现在这个条文只是说 被害人的不舒服 所以我觉得借这个机会 我其实不反对 有关相关大家 关心这个议题的团体 法界的人士 我认为是不是这个条文有重新翻修的必要 不妨大家好好坐下来谈一谈 各国经验呢 有关于这个性骚扰相关的法律条文 怎么这样定比较能够让大家 不管加害方 受害方 或者是被指控加害方 能够大家都能够认同 比如说这件事嘛 我就看到沈荣 他就出来讲 他说翁立友建议他提告是高招 是高招 因为他认为他拿不出证据 就是他就认为基本上会输来 那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证据的问题嘛 比如说好 现在讲说 你不是说现在没有影片吗 可是如果他是从后面性骚扰 那影片可能也看不到 那因为现场那个画面 那不是说现场有人看到吗 这个网友 那请他突然当证人嘛 因为现场一定有影片 尾牙一定有影片的嘛 而且两个人就在台上 一定有影片的 那如果说性骚扰的时候 他感到不舒服 不愉快 会表现在表情上 这个可以去鉴定影片 可以看有没有微表情之类的 那这个就是要 你说真的要走法律途径的话 还是可以从证据法则去找到答案 那你怎么弄 那除非有人证 因为事实上没有看到有人证 所以这个到最后坦白说 如果说你没有 因为刚刚佩君讲的那种什么 电车痴汗被抓到 那个都是法律上有一定的证据 不然那个男的也 就是跟那个女的就搞到底 所以我是觉得 当然有冤案 可是那个女的 就是现场有一些人 愿意帮那个女的当人证 因为我就看过一部电影 这本电影 至少有目击者 有目击者 那是站在女生那一边的 可是现在连半个目击者也没出现 对 所以这个到底 你如果不用法律 我不知道要怎么收尾 我想不出来 但是这件事情的确已经在台湾 不管是所谓的艺能界 或是什么各行各界 已经开始有一种 就是在美国所讲的 me too运动 的这一个风气出来 开始有人在爆料了 二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 跟谁谁谁 有什么样子的关系 那这样子对于整个 这样类似的事情以后 是不是可以稍微有点 这个遏止的作用 我觉得跟me too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美国的me too 大概讲的都是有性行为 有性行为 比较好比较容易去认定 你现在讲这个东西的话 因为我刚刚 我站在刚好讲的 就是当下跟事后 这个东西差很多 就是你当下 当双方当事人都印象深刻的时候 还可以去举证 你才找得到人证 你现在讲一个 如果你当下完全没有 没有任何反应的话 二十几年之后 你恐怕大家都很难举证 那我觉得对 所以我们台湾虽然这几年性观念 越来越进步 但是问题是其实 在性杀的这件事情 基本上男生还是吃亏的 那你男生如果这么久之前 有人举证 有人说你二十几年是性杀的 你除了道歉 你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你已经无从去辩解 那今天曾国臣就选择出来道歉 对 他就只能道歉 我对艺人界不熟 但是问题是 基本上你除了道歉 你当然没有别的选择 你说前两天的事情 我还可以跟你argue 但是二十几年前的事 就是你除了道歉之外 你没有任何的选择 大家好 我是平秀玲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在评论无双的电视节目上面 会为您分析最新的时事新闻 深入的追踪 加入我们评论无双 YouTube频道的会员 专属的影片 专属的徽章 我们不羡不散